據悉,華為2021開發者大會將於4月22日舉辦 在這次開發者大會上有望發佈鴻蒙3.0系統 至於EMUI12,這個在國際市場已經正式上架 大概率不會再提了,因為沒有什麼實質的意義 關於鴻蒙3.0系統,目前來看得知 要進行UI的修改以及增加虛擬內存 或者對於老用戶來說非常重要 雖說其他廠商已經有內存擴展技術 但不知道華為的相關技術會給我們帶來什麼驚喜 另外其他要變更的地方可能會和EMUI12有一定的相似處 包括解約的UI設計、豐富的動向、新的控制面板 通知中心和分布式文件系統等 當然,鴻蒙3.0的正式版要等到明年Mate50系列首發 在此期間還有鴻蒙2.0要進行推送 就最近的爆料來看,鴻蒙2.0的小迭代版本 鴻蒙2.1將在華為NORWA9上預裝 並且還會搭載在華為P50等其他機型 NORWA9系列據說會在9月份內發布兩項 介於這個進度,華為在開發者大會上發布鴻蒙3.0 是有很大可能性的,並以此和蘋果最新的iOS15對標 有網友可能會說,華為這個節奏也太快了吧 好多花瓮連鴻蒙2.0都還沒用得上 鴻蒙3.0系統就已經在路上了 不得不說,鴻蒙系統的更新速度真的是很快 對比安卓系統會發現,安卓初代的發布時間是2008年 而安卓3.0系統的發布時間則是2011年 中間隔了3年時間 而鴻蒙系統1.0發布於2020年 鴻蒙2.0發布於今年6月,僅時隔了一年 而如果鴻蒙3.0真的在今年10月份發布的話 就版本更新速度而言,鴻蒙要比安卓在時間上找了三分之一 相信在極短的時間內,鴻蒙系統的版本號 應該就能追得上安卓系統 目前安卓系統最新版本是安卓12 當然,一外刷版本號是沒什麼意義的 安卓每個大版本都有諸多新功能 從安卓1.0到最新的安卓12 可以說在流暢度、安全性、功能完善度上都突飛猛進 已經能夠和iOS相媲美 加上開源後,各個第三方手機廠商 進行代碼貢獻和底層優化 安卓系統現在已經非常好用 而反觀鴻蒙系統雖然更新速度很快 而且在機型試配上也是快碼加編 截至目前為止,鴻蒙已經有9000萬用戶升級 還獲得了國際認可,獲得了兩項國際設計大獎 據華語鴻蒙官方消息 鴻蒙設計系統和鴻蒙跨設備連接交互 分別獲得了2021年鴻蒙設計大獎 德國鴻蒙設計大獎是國際四大設計獎項之一 屬由設計界的奧斯卡支撐 是全球設計的風向標 正是如此,這也可能是鴻蒙系統受歡迎的原因 那麼接下來鴻蒙3.0會帶來什麼驚喜? 我想這一檔案很快揭曉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下期內容 我們再見